今日面臨是吊雪諾不英在有談刺措施 最初雙方為政方佛稅男少爺 及韓方英雅少爺 現在要先介紹雙方便宜 首先是政方主緣是吳翔 第一副面臨是溫子條 第二副面臨是楊華明雄 接著是羅子俊 接著是反方主緣是黎祭俊 第一副面臨是羅濟濤 第二副面臨是賀森哲 第一副面臨是王國 本場比賽中主緣公臨 一半二半至右面臨卻變動 播放環節 發營時間是四三三四 公臨到處放兩分鐘至右邊臨到處放三分鐘 每次發營時間幾周前三十秒 有定一等提示 腳功則有定兩等提示 超前十秒則會練得幾下 全世界賽區之前已經發布給各參賽學校 先向參考的問人 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政方主緣 不然有四個都要派營遲 總總請先來解釋時間 主席官司長 主持 評判 上傳國 大家好 今天面題之中的派錢是指一之聲 直接將錢換入市民負責的措施 在財政預算案中宣佈派遣是近來政府其中一種 用來改善民生的方法 2011年時任財政思想增盡華 在預算案中宣佈向全民派6000元 共耗之380億港元 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中 則選擇性地向市民派4000元 然而我們看到社會上很多民生相 例如土地供應、醫療等長期性問題 這些問題需要長期作戰 單純派遣這種一次性的政策 實在對問題於事無補 基於《基本法》中50年不變的原則 編題中的預算案過了2047年 還會不會存在實際未知之數 因此今天行量編題的準則 應該是在2047年之前 派遣是未能夠在確保 公共財政穩健的同時 提升到市民的生活質素 今日那方支持今日的編題原因有二 第一,未來人口老化必須未如臭謀 香港近年生活率持續偏低 而長者人口則不斷上升 未來要使用你的資金去提供不同的福利 包括在醫療院等也會順應地上升 統計儲數據顯示 香港的長者人口比例中 會由2016年的18% 提升至2034年的36% 可見長者人口會大幅地上升 而根據食物及衛生局的報告 2033年香港的公共醫療開支 則會增加至1866億 比現時多數量也有多 這個情況是說 10年後走到出現 莫說說2064年 長者人口比例還會上升至36% 比例30年更貴嚴重 政府理應未遇籌亡 而未將來添付人口老化 現時用政府盈餘派錢匯用大量的公帑 例如在2021年派6000元 就用了380億的港元 如果今天不預留公帑 將來就不會有足夠的金錢 應付人口老化大力的龐大的開支 甚至乎會有機會要削減 不同的社會福利 故此政府應該要未遇籌亡 為將來做好準備 也不應該推行派錢措施 第二不能適用公帑 未能為勤生 在需要未遇籌的前提下 今日政府要審慎選擇 如何使用公帑 派錢屬於一些一次性的措施 不能夠根治一些長遠的社會問題 現在香港律頭冤屋的時間要6年 但是醫院急症式的律頭時間 又極為之長 派錢是否可以解決 是不可以解決到這些民生問題的 澳門前行政長官何欧華 在2007年首次派錢的時候 表示派錢只是一些派子和餅的短期措施 香港貧窮問題嚴重 加派幾千元可能解決到他們的貧困人的 嚴味之急 但是在近年政府只是間中 多億月的時候才派錢 就可以令到他們派錢一定的生活有錯改善 第二年又會保護月益 如果要以派錢這個方法解決貧困問題 就必須每年派錢才行 而這個問題 這個建議是完全不像實際的 首先 庫房不會每年都會有足夠的年齡 我們派錢 當經濟專業放滿的時候 派不到錢 市民的生活就會大受影響 就正如澳門年10年底宣佈 夏年度派錢金額索水 由6000元到4000元的時候 造成了民元四起 故此要解決民生問題 那方倡議將庫房1萬1千1的儲備 二分一就是2.5%的儲備 的話 每年政府都會有250億的穩健財政收入 這樣就會有足夠的資金 去做一些長期的措施 或者會擔心仍然不夠穩定 而去做一些短期的一次性 例如派錢的措施 最後想問派有方同學 聽到這麼多長期的民生問題 例如是正式和投資人過場 派錢新聞解釋得到 多謝 主席評判最後的各位 大家好 聽完有方和我四分鐘的開辯 反而有方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直線路七 有方和我說,香港現時有公屋不夠的問題 金證雙人淪厚,公營醫療體資源不足 所以錯誤歸說派遣會幫助那些問題 甚至派遣會影響解決問題 所以就不應該派遣了 但我方不明白的是,一一年都有派遣 那時候派遣有沒有影響政府推行其他福利政策 更何況增建公屋,增加公營醫療體系的資源 和今天派遣有沒有任何的直接衝突 有方和我並沒有自出 所以不是都反對有方說 會額外你金錢做你的基金 但有方下一位,譬如有責任解釋你的基金 和其他福利政策和今天派遣有什麼資源上的衝突 第二個錯誤,論證操疏 有方和我擔心未來人口牢化問題很嚴重 所以政府就應該未預籌謀 所以延方就不應該派遣 但有方同學我看到的是,由零五年到現在 人口牢化問題說了那麼久 但年年都有平均超過六百億的益源 財政儲備也有一萬零九百億 所以問有方同學,人口牢化未來才會出現 是不是過去現在和未來這十幾年都完全不能派遣呢 都反正有方同學下一位店員解釋 所以派遣措施顧明施言 即是政府直接向市民發放一次性的津貼 對象可以是特定的受眾 亦都可以是全民派遣 因此派遣既是輸勤的福利政策 亦都可以是宏觀調整經濟發展的經濟工具 所以叫審視變態,就要衡量究竟有還是沒有派遣這個政策工具 這個更能夠靈活設合香港的社會需要 而我方反對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派遣刺激經濟增長 經濟發展並非一直穩步向上 以香港為例,回歸以來已經經歷了幾次的經濟周期 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亦都預期滿港經濟會繼續放緩 針對經濟放緩,派遣就能夠刺激消費意欲 帶動經濟發展 經濟學家法利文指出,政府直接派遣給公眾 公眾就可以將收取的款項用於消費 從而刺激經濟局棄通脹 因此,針對經濟周期性放緩 各國均有先例以派遣刺激內需 以台灣為例,台灣政府在2008年向每名的台灣居民 發放3,600元的台幣刺激消費 成功因而令台灣經濟增長額外上升到0.64個百分點 本民日方同學,當香港經濟貨滿 但貨貨依然有充足的財政儲備的時候 少了派遣這個政策工具 單靠退稅、不免猜響等其他措施 哪一個更能夠刺激內需呢? 第二,徹頭市民所需 政府有管理公共財政的角色 有責任妥善處理公討 改善市民生活 因此,庫房充裕的時候 過往多屆政府也有用派遣的方式 一次性地照顧社會上不同人士的需要 以本屆財政預算案為例 政府向領取進援 或者長者生活津貼等人士 發放額外商量 亦會向有需要的學生 發放一次過2,500元津貼 直接改善他們的生活 相比起間接的書物措施 例如資助安樂園、資助友誼中心等等 直接派錢能讓市民自由按生活需要使用 更能夠靈活地針對市民的需要 反問有方同學 既然現況之下庫房水浸 而市民對派錢有訴求的時候 政府違反民意行事 如何反而照顧市民的需求呢 更何況按照有方同學的邏輯 現況看下,香港都有這麼多的社會問題 政府都需要調換之形去解決 有方同學,下一位學員也凡請解釋 是否過往政府向這些特敵人士派錢 例如出商量等措施 亦都應該全門推翻 所以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派錢作為一個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 少了這個政策工具 為何反而令香港有好處呢 各位 各位 接著是公平環節 公平一方可自由挑選 對方一位電源回答問題 並打斷對方發言最近 回答方不得反問 亦不得答斷公平一方發言 若有違規公平一方可即時提進 定官應同可直接靠分配置一分 若公平一方原常發言 若公平一方可自行 決定時報扣分 請問雙方有問題 請評估注意 填寫工具分數的事後 請特別代表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 後回答分數 第二格小尺發言文分數 現在正方請自由拍出一位電源總統 請給你自由選擇 現在正方還未開始 你有否會分張去發言的時間 請問你的態勾好 2013年人口老化 正在自由開支都需要1866億的時候 想問有分學現在派了錢 需要錢的時候 有分學在哪裡賺錢 有分學跟我們說 政府沒有錢 但我現在看到香港的財政儲備是一萬億 先問有分學有一萬億的儲備 我們先選一條數 1866億 已經一年沒有醫療開支 只是醫療開支 現在我們看到只有1萬億的儲備的時候 用幾年後已經用完了 所以想問有分學到底要這些錢的時候 你在哪裡賺錢 有分學不停地跟我們說開支 但他從來沒有論證過 香港有沒有其他實際的新的收入 收入根本沒有說過 只是說他用了很多錢 他不停地在論證 但會不會有收入的增加 有收入的增加 我分學我答的問題就是 今天有分學跟他說 收入的增加是能夠敬付到 我們未來需要的要開支 因為其他國家要開支 今天我跟有分學說的就是 我見到未來只是1866億 這件事是政府未來開支的兩成 每年 所以有分學的是 究竟我們當政府需要這麼多錢的時候 你現在有贏員 你的錢可以先派錢 那政府的儲備是否不會增加 會不會增加很多呢 有一些同學跟我們說 政府的財政儲備 財政儲備不會增加很多 它無論證過收入會增加多少 所以有分學 現在是政府未來需要很多錢 所以有分學跟我說 收入會增加 但有分學跟她的收入會增加 增加到多多 我們見到當政府收入這麼多錢的時候 有分學你現在有贏員再派錢 這是一個正確的理財方法 正確的理財方法 就不明白為甚麼 還有分學 現在社會上有這麼多社會的問題 所以我要起工 例如我們醫院有很多人排隊 所以有分學你派錢不難留 解決你社會的問題 是 有分學 abel for me 正確的理財產 然後我們反方通便 反方便只有派出位置 以及道具陣容臨的不可 直接字印alu 請記載全部順 dec 現在反方通便開始 就兩分鐘之間 兩個開啡之間 weight 香港的位置,全民派錢 香港人分合,變成全民這兩隻字 沒有方法,但我眼睛都用光頭 香港人分合,多謝成員 原來是全民派錢的中門三樑 甚至是貧科、新的設計 都算是派錢相分的第一個動作 所以香港人分合,人被老人,老化會財車 原來現在政府的錢,你知不知道 他足夠給香港人上火星的一次 香港人分合,香港人分合 香港人分合,現在政府的財政準備 香港人分合,56次有老化 無論政府有這些錢,利用都會不夠錢 將來人工老化一元一萬一千塊 現在人工老化,就是政府由老家 這年開始是不會再賺錢的 例如一元都收不到 但如果政府的財政不太好收入 現在儲備足夠的時候 為什麼未來不夠一不福之呢? 現在足夠應付將來開支 因為將來意思是應付最低的 因為也解釋不到 為什麼有收入,也有儲備 應付不到未來的開支 而且人工老化是一個重情 否則是應付新商品有老化 我們夏年派錢環顧人工都做錯了 都做錯了 因為我們今天的應付成本 這麼多開放的時候 今年派錢就是 因為他們跟我們說做錯 我剛剛已經解釋了 應付新商品根本不會有福知 改變老化的重情 在夏年應付中有錢 市民有需求 派錢做錯了什麼 派錢還有錢的問題 就是如果家派出了些錢 將來撠交錢又會進口老化 香港人工跟我們解釋過 為什麼會派出錢 派錢的人會用到全部的財政準備 而且未來的收入也沒有任何福祉書 我們已經解釋不了了 所以政府有能力的時候 為何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也做錯了呢 因為市民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考慮的有關科力 因為我考慮沒有支持他 但和派遣根本沒有衝突 所以現在有些群學生 他們派遣子穿的譬如 例如馬來西亞書寶派遣子做錯了些什麼 如果派遣子不夠 之前他選歌和題材 那可能會不會衝突 那麼派遣也沒有派遣所應付 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考慮認了派遣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派遣子 而未來的派遣都夫知 充分已有這個共識 再想問你一份多的一次 貧窮、學生、津貼 對他們的生活壓力大更小了 所以我考慮認了 但今天我考慮認了一整張照片 好,謝謝各位 現在方備還是結束 問我借康第一副片發言 有三張照片發言時間 後庭思量介紹時期見 我考慮認了 我方主要問有方 偶爾急濟室派遣子 派遣子能夠解決這個派遣子 有方完全沒有答覆 因為他知道派遣子 有一次性措施 這次人用了錢之後 都會派遣子 都是訪問的 都會解決不了 都會做錯誤 有方便會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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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說 二次死亡消息是什麽 有消火 消醫療 你今天發遣措施 根本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如果能夠分辨 所以現在有方便能夠解決不了 有方便會說 今天派遣子在唐梭的醫療開支 是沒有充分過 我問有方派遣子 你用了錢來派遣子 就少了錢去應付醫療的問題 請問有方便很充分 在哪裏呢 有方便會說 人口老闆不用理會 將來我們現時做這麼多收入 今天我方便會說 現時負貨得人賣1,000 將來203年 人口老闆一年的醫療開支 已經是1800至1800 到1月10時 有方便會說 將來會夠錢 理據何了呢 現在看到政府要存錢 將來一年推薦這麼多 請問有方便會派遣子 能否觸及這些問題 有方便會存在林鄭國 有方便會說 可以恥到市民的經濟 但我方便會說 你恥到一年而已 下一年 有方便會存在林鄭國 我方便會看到市民 他需要的是甚麼 是負貨和醫療 只問有方便會派遣子 他用完之後 他不會改善他的生活 有方便會說 你次的經濟 第二年用完之後 對公正有幫助 有方便會存在林鄭國 如果有方便會說 我方便會說 我方便會說 澳門為何要派遣子 要每年都派遣子 因為政府的負貨和醫療員 去做這些事情 可能也完全無論性 我方便會說 澳門為何派遣子 派遣子 要派遣子 因為市民說 如果派遣子 再派遣子 一路派遣子 政府的負貨和醫療員 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看到 香港政權人口老闆公 其實問題 有這麼多次的負責 有方便會派遣子 對於他們的負貨和醫療員 對於他們的負貨和醫療員 是否否正負負負責 政府的負責 然後有可能 第二個人就說 如果市民是需要 這件事 可能做女人士 不夠錢花 我方便派遣子 不過女民有方便 政府做的事 應該是令他們脫離負負責 應該是令他們有更多公共的機會 政府要做的 派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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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是來解決問題 我方便問公共有方便很短 大家覺得市民不夠錢 就是派遣子 問題是 市民用了錢 我們怎樣做 都是不夠錢 市民有方便 為何派遣子 怎樣改錢 都是生活數值 但是 我方便說 以前香港還有一個商量 還有商量的措施 都應該取消 我方便說 都不應該做 為何 是會儲錢 要去應付將來的需 因為我方便完全沒有解釋過 將來用這麼多公共的錢 市民有方便 一年就1860億 以前 我方便只有1萬1千 市民有方便 將來原來收入 金錢這麼窮 所以我方便完全沒有人解決 甚至於派遣子 打了一個問題 以前派遣子 市民要派遣子 要派遣子 現在的問題 究竟派遣子 這麼長遠 這麼結構的問題 謝謝各位 請多多兩副名發言 有3個名字 請多多三位 請先去介紹自己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看來有方一副三分钟的發言 發言有方同學,剛才圖文環子就跟我們說 香港政府入賓富士 但是香港政府現在還有一萬二千億的財政儲備 究竟入賓富士何時會出現呢? 有方解釋不到,就看回玫瑰到現在 但大部份的財政甜度都有盈餘 然後財政宇宣哥告訴我們 未來五年亦會有盈餘 所以有方接下來必須解釋的是 未來當政府的財政條件允許下 為何在任何情況都不可以再派遣呢? 你釋完有方立場,不妨再用以下兩條判斷式問題 甚至有方的錯誤 第一,到底太少會帶來多少的反效果呢? 剛才盤問環子,有方的立場就是人口老化學復節收入減少 所以人口老化政府的收入會減少 未來就不應該再派遣 但當我方追問人口老化是否短期會發生 有方拒絕回應 因為他們都變相承認了 未來年幾十年我們正正有空間思考 應不應該派遣? 第二,到底派遣是順應民意還是會向民意呢? 我方語言說過,派遣的功能和其他福利措施 例如,寬免中金或政府間接資助某項服務不同 市民直接從政府處獲得一不過款項 可以令物按照自己需要使用 這些有方無反對過 當然,同的福利措施都環環緊扣 所以有方說要起工,何方都絕對不反對 而且政府防水陣的年份有財政困難的市民 就不是單單要求政府幫到他們這麼簡單 而是可以過輕市民負擔 所以每逢預算案宣布派遣 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法民主派都舉手贊成 反問有方,既然派遣能夠回應市民訴求 你是不是覺得反而少了這項政策工具 更能符合市民的大動期望呢? 第三,到底是多一個還是少一個政策 甚至經濟會更好呢? 何方主便指出 每個經濟體都尤其周期性波動 有方無反對過 但有方似乎未可惜居安施毅 眼見香港這幾年經濟向好就放棄未予籌謀 何方主便說的台灣的例子持居可鑑 成功利用派遣措施刺激在需 再看日本,2016年同樣面對經濟下降壓力 日本政府就派遣刺激經濟 成功令國民生產總值上升了1.3% 更重要的是,香港不同世界上的其他城市 其他國家刺激消費可以透過減低消售稅 甚至退稅都可以調控經濟 但香港實行的是簡單低稅制 要鼓勵市民消費派遣的方法更加是格外重要 想問有方同學,在政府是有足夠的財政實力下 是否少一種土肥調控經濟提升民意 反而對社會最嚴厲呢? 謝謝各位 謝謝 接著,在政府第二部門 還有3張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說 謝謝 先試試看 主席評判做事 好,有溫度你以負的位置都不明白 我方都是整場說的 或者是我的方案是甚麼 剛才有溫度一敷的時候 就問是否所有情況都不應該排 我方答你,是沒錯 是所有情況都不應該排 為甚麼呢? 我方主題說得很清楚 跟大家說的是 未來需要很多錢 未來將會入股資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需要儲定這筆錢 這筆錢到以後 只是醫療開支 都需要1866億的時候 完全入股資的時候 到這筆錢到時我可以拿來用 這筆錢不明白 第一右方圈到現在都不明白 所以今天我方和大家說的 就是我們將現時政府有的儲備 去放在這個 好像澳會議員的方式去投資 我們就算補收估計 用2.5%補收估計 我們每年都有250億的利益 你要穩定250億的收入 這筆錢我們用來做甚麼? 就是用來重新審視 用來做一些縱援三角金 他們的派發股 或者派金額 對不對 我們看到有250億的利益的時候 我們可以重新審視 這些福利政策 譬如我們可以縱援派多些錢 今天右方圈跟我說 這麼想幫助一些貧困人士 可以讓他們生活質素好一點的時候 今天我們看到 今天我方圈可以做這件事 我們今天右方圈 這個一次性的措施 是不能夠長遠去解決這些問題的 反而今天我方圈和大家說的 就是我們縱援增壓金額 我們每一年都可以給他 譬如一千元、二千元 每一年都可以給他 這些金額的收入 這就是真正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 不明白 因為右方圈到現在都不理解 究竟我方的方圈為何會好一點 今天右方圈有兩個問題 第一問題就是他問人士聽 今天右方圈很搞笑的 他說日北夫姐不一定會發生 有方圈是公理場所說的 但不是 日北夫姐到2037年開始 就一定會發生了 因為我們看到 只要開始到1860億的時候 今天右方圈根本就論證不到 我們的收入是會大過支出的 而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我們看到2033年 已經開始到1860億 不是2033年就完結的 我們看到2064年 老年Franberry 都仍在3年的時候 由2033年到2064年 30年的這個時間 人口老化問題都一直旋轉 今天我們看到右方圈 不可以只跟他說 到時我們現在有儲備 所以到時就可以用這錢 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我們看到 未來30年一直都入不敷子入 所以現在右方圈 不要跟我說未來可以用這錢 問題就是現在跟右方圈說 錢不夠 不管你現在幾億的盈餘 到時有30年 都入不敷子的時候 想問右方圈究竟我們如何 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 今天很短暫 有方圈跟他說日口老化 未來才會發生 所以現在還可以先看 這是什麼路輯來的 我們看到這個 究竟是否一個適合公務理想 我方不理解 我看到到時用這錢的時候 有方圈說現在就派了 這樣東西合不合理呢 Scribe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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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探討,是政府作為派遣者,未來沒有能力繼續派遣 所以我幫前場跟大家說,政府現時有萬億的財政儲備,不如承認 即是覺得未來有很多不同的開支,人口老闆會令政府的支出加大 所以我們不應該繼續派遣下去 所以我方在盤禮的環節跟大家說,未來政府仍然仍然承認 派錢後,仍然仍然仍然承認,可以擺放到財政處的腳積局和防機 甚至在說實數,和大家計算吧,政府過去10年,每年的盈預平均有600億 剛剛過去的2018年,都足足有11005億的財政盈預 我方在沒解釋過如何累積他的財政儲備 到他們說真正會有人口老闆,1800億的開支的時候,是否真的完全應付不到呢 所以很欣賞也很久,想解決會來扶貧措施、醫療政策等等 沒有問題,但我從來沒有解釋過現時政府的財政儲備 甚至過去一年派完錢後,是否有任何公公政策或醫療政策 因此而各自無法做下去 甚至去到二副的位置,當然要看派完錢後對民生 甚至對社會貿易層面起到甚麼作用 其實去到二副的位置,有可能對民生的標準是覺得 一定要起到公屋,一定要令市民脫離劏房 脫離了這樣的生活才能夠值得去做 所以他的邏輯純粹是覺得這個福利政策 必須解決社會裏面所有的福利問題才值得去政府施行 所以我跟大家說,福利政策不能夠一個 就可以解決整個社會出現的問題 所以至少要看看派完錢後,令民生或基層的市民 究竟起到甚麼幫助,甚至對市民的幫助 或者市民的需要 一方面跟大家說要做縱瞞 但是一方面跟大家說一次性的派錢措施 例如網路所說的商人和商人又不應該做 所以看著很久的路出,覺得縱瞞對基層市民的措施 是應該做還是不應該做呢 二副,我們依然聽不清楚一個清晰的立場 而對著所謂的派完錢後,對民生所做到的事情 我跟一副和二副都說過,跟著其他福利政策 直接派錢可以讓基層市民直接靈活去運用當中的資源 怎樣用在哪裏都可以自己去選擇 甚至乎這種基層市民的訴求 其實衍生的正是一種民意的措施,民意的回應 因為我們說2018年3月底 有關注基層住屋的團體法在遊行 叫社會公眾去審視基層市民對住屋租金的狀況 派完錢後可以直接給他們解決一些困難 我從來都沒有解釋過 而對著全民派錢可以令香港人經濟做到的事情 就是在未來經濟當下行的時候 是不是政府真的完全甚麼都不可以做呢 一副二副,主編和一副都和大家說過 派完錢後,可以令到經濟必然會上升 可以刺激到內需 而當財政司司長和大家說 未來香港人財政會波動的時候 刺激內需發展經濟能力是否真的不好呢 多謝各位 三方細節會遇到發言時有第3項目的表 否則是否很想休息 這張日子又變得分析 三方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當某方發言時間漲發 本人會宣佈另一方性的時間 該方只要派出一位或多位便員發言 而每位便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 如本環節迫速時 在場人事發言 有便員從未發言 該便員所屬一方將被每位評判扣除不分 請問傷口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之後變到環節 現在開始,請政府派出一位便員首先發言 請問有何情況,未來會否有人多留下的問題 我問問有同學,我問有同學 我問有同學,要不跟經濟有息有疑呢 經濟周期 有同學,要不跟經濟有息有疑呢 有同學,要不跟經濟有疑呢 有同學,要不跟經濟有疑呢 應該做的是,那些事務,收到消息 你們是多少,還是那些醫療 請問有多人,如果真的要多的話,會存在 一年就要1800,所以請他們有同學 如果派出一千多元,那些事務是收入 我多謝方同學,經濟周期有聲有疑 但當政府有財政儲備,為何直接派出資金 還要做財務呢 派出一年的時候,每年都要派出 所以方同學,正規定是否沒有派出 應該每年都要派出 你對著盈餘,每年平均落百億 解雜貨物的問題 對著經濟貨物才派出,這是我方的立場 按照方同學,你說何方是否連年派出 今天是否連年都經濟貨物呢 沒有,我方同學,現在說的是 當未來緊貨的大事提到 現在的貨物,所以剩下的貨物 就要用最少的貨物去達到最大的成果 那要怎樣做呢,就是改善市民生活 也要建立更多工夫 或者改善醫療系統的方法 請計數 過去十年,平均每年六百億的營餘 剛剛那年,總共有一千億 去到有個學,想問人物的問題 請解釋,是否派出後 所有的醫療政策,或是通過醫療政策 完全不慰重 是的,今年一千億,到現在幾三年 一年的進捲之下,一千八億 就請問人物的分堂 你今天營養這麼少的時候 或是草資會,將來投資會 是否正確是正確的情況 所以有問候,有營餘的成員 有出來都反對不到,營餐 連整會沒有錢 其他多年,就是因為有 1866億的公共要開支 而我們見到今年的營養 低一千億的時候 到未來,怎會有足夠的錢 去付這些資源 所以現況有盈餘,有財政儲備非倫 都會有經常性收入 支出上升,不等於直接入骨夫之 有空堂沒有解釋過當中 政府的財政是否出現了問題 所以再問問有空堂 其實我按你的邏輯,如果政府 是要職工房基金 是否其他的福利措施 不關醫療事,都要全部取消 不是很簡單,就是問有空堂 如果現在五月經濟到貨物 想問有空堂是否到203 而入骨夫之,政府沒有錢 沒有問題 你沒有解釋過政府怎樣 為什麼沒有錢 不是,有空堂不是說 如果有空堂的經濟貨物 就要派錢 所以有空堂是不是 每一年的經濟貨物 你就每一年都派錢 派了錢就對了 所以經濟貨物刺激都挪順 不就應該派錢 你沒有反對過 究竟派錢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刺激都挪順 所以對著你的問題 就是未來一萬億儲備 怎樣會用光 有空堂不是跟你說 只是對著 醫療開始就已經1866億了 用幾年就已經用光 有空堂 所以想問有空堂 就是你現在派了錢 到前怎麼辦 沒有空堂 所以有空堂 你覺得派錢很多錢 但其實剛剛派了4000元那次 政府只不過是用了110億 有空堂請論證 究竟派完110億之後 政府是不是一元都不可以剩 沒錯 就可以做過去 有空堂派了錢 之後用完錢 都要做通貨物 都是沒有派過的 所以有空堂的問題 派完錢解決不了通貨物 是全市民 要上載車欄才能做政策 有空堂派 就是派錢 不能解決這些短期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進入一場的問題 就像我們有方案一樣 投資機就有經常性的收入 就可以去公安 解決香港人的貨物 所以不可能就脫離劏房 就不值得做 那是不是中文都不應該做 中文派的獎金 可能是每個月都有的 中文派錢一次措施 有方案不要亂投資 有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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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都不可以 令他脫離劏房 是不是中文要取消 中文取消 最堅毀福利 有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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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文不能夠 令他脫離劏房 有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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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派錢 不能夠令他脫離劏房 大書群 為什麼有方案是 有方案是 令他你家派錢 和現在正在做的 那些福利 我跟我說 他覺得派了錢 對於小事 是否更好還是更差 但問題對面之後 他還是要致上 問題的辦方案 有些問題 派錢就不夠解決 所以一起做什麼衝突 你沒跟來 yapmış過 生活呢 原來很多理由 未來財政有儲備 100億 到未來 怎樣用完呢 你有沒有解釋過 所以針對著特定祝福派遣照顧他們的需要 有分行已經無法反對 再說回整體經濟 想問有分行派遣自己的需要 經濟合理率坐在哪裏 想問有分行現在 我們見到有1萬人 但每年的對獎項 要開始用1.860 用5年就好了 想問有分行你的是否未來已經夠錢了 想問政府那年的經常性失誘語會有變化 不是的 有分行現在是未來整體對獎項 就是最後1,860 有分行去到29年 他們收入最高的1,700元 想問有分行這個行進入庫子 想問我這個受益都會進入庫子 但這類很簡單 有分行反對不到經濟股調的時候 自由派才能夠直接刺激來 所以反對不到這個難場 但有分行 譬如承認都要有寫寫骨 是好的話 應該是否以往切出生涼 以往還不生涼都會做過 就說你只懂事 如果是市民狗子牌杉問題 但就是這一個很長期的問題 例如排高的問題 有否會結論 如果這個牌杉問題 無法結論 我只能過結論 很多問題 有問題 人們已經有方法 那在努力的產生涼 將他跟強行他通知 有支 đầu資 有支否定是否 我還是需要 來這個問題 那我依然是有分行 接著他去社會朋友的問題 小潔會引到去社會企業問題 他有方法議員會付給他 所以公共無邪意 這一段長期繼續有幫人 所以短期輸運有甚麼衝突呢 你沒有解釋過 更何況我明白醫療開支球數很大 但其實醫療開支也很大 教育開支也很大 但政府不只是在支出 又不是在收益 所以你沒有解釋過 入股資的問題 究竟政府財政狀況是怎樣 所以再問你 究竟今天派錢刺激了內需做錯了什麼 是否日本的例子有問題 不是有問題 我想說現在不會入股資 將來的 現在不會入股資 所以日本的例子 你又回應台灣派錢經濟增長高了 是否有問題 凡方已經有最近發言時間 請政府發言 現在政府上月的分數 開始有派出 多 上月被寫入股票 開始有派出的地方 是否認識 人頭 我說這條儲錢 才有幫忙時間 你會補償的事情 因為政府最佳的儲錢 你會補償的事 你會補償的問題 政府的發言時間 已經用盡之後 變得發出 現在是見面環節 雙方片面 有一分鐘兩分鐘的時間 雙方中不見過不談 最側邊的兩位 有 有 有 全部 全部 第一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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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磨好如初 但政府作為香港政策的制定者 最控制的是數以百萬計市民的福祉 又不可以像小孩子玩泥沙那樣 輕易說得出我以後不再做別容者大字呢 所以爭執是來自於分歧,來到結變的位置 所以我們用三條問題,總結今天雙方最大的分歧 第一,就是派遣的前遣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都很擔心,他們擔心2037年後老化 醫療開支會不斷上漲,政府會日不夫之 但我們沒有解釋過,到底什麼時候 無緣無故突然出現日不夫之的情況 在他們的六十之下,政府在夏年開始 就會停止一切收入,他們就不會再任何收入做到 所以未來政府一定會日不夫之 特效者,政府未來的日語不斷都會上升 連陳茂波普傳都跟我們說,原來的日語只是有聲無跌 無論政國有這些日語,依然都會日不夫之 所以我又擔心,你不是日派幾派,要連連派 但錯,事實上不是 因為派遣作為一個手段,不是時時都用 就是最好,反正在有需要的時候派 對有需要的市民對證下藥,才是政府施政的最佳方法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第二條問題 就是派遣的特性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沒有看新一年的財政預算案 政府今年雖然的日語沒有上年那麼高 但他們都堅持依然付出不同的商量 例如低收入的家庭津貼 殘疾人士津貼,貧窮學生補貼等等 但我對這些補貼的補貼很可惜 我覺得只要補貼,解決不了這些市民 最根本的需求,譬如他不能上車 所以就等於他不可以做 但這個又是否政府施政的標準呢? 不是,因為短期措施和長期的疏困 根本沒有縮大的情況下 我方常常都不是說其他房地措施不能做 因為想搞機構,我方同意 同時想做不同的醫療改革,我方同意 在根本可以一起做的情況下 而我論證過做不同的方法 其他就完全不能做 所以在十年半段下,前一年 派了錢,公屋一樣照起 依然同樣在善行的時候 那我論證過派了錢之後 做其他就不能做呢? 所以既然政府現在有能力,有儲備 那在他們眼中,還要僅僅救 賭予他們的安全案就救 反而不能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給他們多一塊錢去儲困他們 為什麼這樣都會做錯了? 所以到第三個問題 就是派錢去幫香港躲了什麼難關呢? 同時,儲一以後都沒有反對過 香港是有經濟週期 經濟週期有升就必定有跌 同時都不敢和大家說 香港未來一定不會出現經濟蕭條的情況 但在香港政府有儲備有益餘的情況下 而市民不願意花錢經濟蕭條 為什麼派錢不是一個最直接的做法 去刺激市民的消費意欲 挽救一些消費員和飲食的燈 雖然03年,沙子的緊張 大家都能力在路 反應到經濟蕭條的時候 然後市民不願意消費 政府派錢就是唯一可取的做法 所以日本、台灣都是靠派錢去解決經濟外需 那台北金庫和大家說 這些國家過往是做錯了的呢? 所以結論就是派錢是一個 調節經濟的工具 工具是沒有人多 那台北呢 為什麼在微博報導 未來不會出現蕭條的情況下 就自斷相備、自斷後路 而留多一手 在你眼中都是做錯了呢? 所以做了個委員附送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令政府的財政作出範選 更加是為了這麼多位市民 對未來做好打算 但政府千算萬算 都是算落了任何台 所以政府對未來社會開支的態度 竟然是未來幾次呢? 未來先算 但不會是未來做好打算 又怎算是負責任的政方呢? 所以實際上跟朋友吵架 不留一線 失去的呢 主要都是一個朋友對你的信心 但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 不留一線 失去的呢 不單是一個填控經濟的手段 一個為市民雪中送炭的政策 更加是一個社會對政府 只能對社會的責任 謝謝各位 然後提升的時間來 4分03 ,有沒有方可能要割分 最後可選擇貼任總結 第四分那一小時 將會總結 好it waist 有光和我們剛才來貼面 就是說 凡是留一線 將來沒有相見 所以政府現在應 more 不得將製作 Moja 公文部應 more 三分製作 有足夠的儲備應付人口的話 不要像有方法那麼斷線 將來見到無法解決 主席不副座 各位大家好 今天香港政府已經懶了二十多年 一句嚴守基本法 出精神 就可以什麼長遠的福利政策都不用檢討 由千瘡萬空 然後小修小補 大家都看到低下層會在水深火而中 他們面對的困境不會因為政府派錢不派錢而改變 維根之計就是政府停止短視 以盈利和儲備透過財界變回到現金流 將一次性的輸款變成全面的福利政策 不可能真正負貨 總括轉場 今天有兩個規矩有關條件未有解決 第一 派錢缺乏可行證 有分同學今天就跟我們講了很多有關派錢的益處 但是我們不如看看澳門派錢之外有什麼結果 當時澳門特首何可華宣布推動現金分享計劃 一般認為這個舉動只是暫時降低民憤 當時何可華本人也承認了這只是派錢用餅的短期措施 澳門立法會議員過槍也坦然說 派開就不可以停 一停就會被人操作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澳門社會醫聯福利多麼差 原因就是因為現在錢都派制出去了 那怎會有錢收回來 可以幫助市民做到他們的福利呢 第二 派錢缺乏前瞻成 政府不可以適用公帑 從而衛及民生 派錢上一次性的措施 不能夠根治場面的社會問題 香港貧窮問題嚴重 加派幾千元 可能可以解決到延離資金 但是近年政府只是間中有盈餘才出來派錢 只可以改善到他們派錢那一年的生活 第二年又打回原 如果要以派錢的方法解決不同問題 就必須每年都要派錢 但是這個建議完全不切實際 有個同學不要再短持同學在營周全 有個同學就說派錢就可以幫到普羅大 但是不好意思 政府幫到他們一時 但是幫不到他們一輩 正如你們今年的來時錢用二千元 你可否保證到 你夏天可以拿到同樣的錢 這個證明了派錢不是一個常規的行動 只是斬腳之鼻沙蟲 不是根基打好基礎 有個同今日就公舉過派錢就可以 解決到指名的財政問題 但是其實有個同學今天就和我 今天講過 都是想令派錢的舉動 比現在的派錢的舉動 稍為樂觀一點 但是其實這樣和派錢用頂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從來改善不到結構性收入的增長 結果都是令情況停滯不前 難道有個同學覺得這樣就是好嗎 基於議性的論點 今日的辯理理應成立了 多謝各位 政策結片莊士 2位3分29秒 莫過時不須多分 比賽過一段落 請大家說 比原委稍得 提到評分 最加電影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分成千上 選出3位比聯較佳人的議員 再分別7月分數 最加1位得3分 次加1位得2分 如下1位得1分 比賽過未升 很多謝三位評分 能夠在百分之中抽出席 今次的比賽 極多分的工作 其分別是 佳瑞瑞孫中文輿論隊設 第二位表示 總裁實力 可威脅中文輿論隊設 Title 酷gebaut elas 也彼此中文輿論隊 為了 其分無厭 誰能讓思考 ホera 雞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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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